大家好,欢迎来到托根已久的海鸡周报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是7月份的花园 我们先看一下7月份还在复花的佛罗伦蒂娜 很多网友说佛罗伦蒂娜是一个单季开花 其实不假 佛罗伦蒂娜小苗复花性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是把它苗子养大之后 它的复花性还是很好的 我面前这个品种是一个河本的品种 叫做新娘 它是一个波浪边的颜色 从初开到后期有个渐变的感觉 这品种一个农香 多头持续开花 也是一个复花性很好的一个月景 我面前这个正在盛开的黑美人 花期要稍微以别的品种晚一些 你可以和别的品种像这个特里昂菲特 一起去搭配着来接济性的看花 百合的一个养护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看完花不要去把杆子显得重中之重 杆子里边全部是什么 能量 它需要能量是回流的 来养球所需要的 我们又逛到了中华木銷球旁边 发现已经起花包了 对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 中华木銷球需要半年的一个运花期 修剪其实只能在花后修剪残花而已 整个植柱的枝条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修剪的 除非你为了空行 那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